其實我才是 系列的男主角 因為我真的 妝髮時間比任何一個人都短 甚至多哥 你在家裡也真的太 第一名 就是 我在家裡都是 Hello Kitty造型 我沒有看過你綜藝節目 去拍一張 穿LV的酷米 我真的蓋上了劍吧 曾蔓廷暴霧妝現身 富貴發售 影片中竟素顏值人 對肌膚狀態有自信 我們買方式了啦 到底為什麼要換新家 現在啊 什麼都變得很快的時代裡啊 房子啊 就是一個人的安全感 家庭公開影機 神神把我家富貴發 本週五即將開播 描述一家烏口味賣房 開啟一連串的神奇大作戰 而以往美艷峰的女生 曾蔓廷在劇中飾演三寶媽 幾乎以素顏寒假場浮亮相 因為我覺得 假設需要那就是OK 其實我對我自己的 肌膚狀態還滿有自信的 所以不會到緊張 還是會有點不安 就是 可能一咖就是請那個經紀人 拿一次拿過來看一下回放 就 OKOK 這樣子 對女平心來講 會有一種恐慌 會覺得說 這樣真的可以嗎 尤其我覺得形象定位 是比較美麵的造型 呈現在大家面前 看到了 畫面呈現出來的感覺 確實也是要有素顏的狀態 可以說得過去 說服大家 而且也符合那個劇情神奇的狀態 其實我才是洗裡面那種主角 因為我真的 妝髮時間比任何一個人都短 甚至多多這樣 因為我是完全 就是只有一個隔離霜 什麼眉毛粉紅眼線 什麼全都沒有 就是換個衣服就可以放棄 就是在揭開這部戲的時候 我真的是完全不保管 就是我為了要自己符合那個狀態 我就是 省了很多朋友的費用 因為這部戲 我頭髮剪短 就希望 別到帶了一個全新的感受 你在家裡也是傳了 第一名小孩 我在家裡都是HALLO KITTY造師 哈哈哈哈 我以為一件HALLO KITTY的睡衣 穿了12年還是不得丟 要看過你綜藝節目 去看穿ALV的 自己的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你背上我的劍膀 哈哈哈哈 然後你身體 然後你身體 一定有 門面那麼熱弱 就是大家會覺得 會保持好自己的感覺 然後做測試的 就是你要承擔自己 就說鞋子 承擔很厚 那其他的也不方便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你家自主 你媽媽不要承擔一下 你勾姦 這畢竟是我的 社會時間 我覺得大家保重 看到的感覺就是 最近啊 很多什麼 滅童啊 或者夾暴的時間 那我覺得民間 跟政府應該 一起努力 那就是 可能社會安全吧 我太好的 我是 那是 我爸 我爸